权威新闻平台 权威油管大杯 权威热点解析 三权合一 各位好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三权合一节目 我是主持人唐佳杰 近几个月来 中国在南海、台海、东海 都有大动作 引起区域局势的紧张 甚至是战争爆发的担忧 美日军演刚刚结束 本周美国与菲律宾的联合军演又要开始了 日本首相将访问华盛顿 而印太区域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 先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 首先是资深媒体人王健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王健老师 第二位是时事评论员公子沈 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 欢迎公子沈 第三位是时事评论员任松林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 欢迎袁老师 菲律宾近期抗议 超过200艘的中国船只在南海的牛厄礁岛一带 非国专属的经济海域集结 菲律宾一再要求北京撤船 中国的外交官则宣称 这些渔船是在当地避风 船上并无民兵 菲律宾国防部上周发出警告 提到不排除寻求美国的协助 美国官方则呼吁中国要遵守2016年的国际仲裁 并对菲律宾表达坚定的支持 台海也不太平静 在美国军界今年第四度穿越台湾海峡之际 台湾国防部12日证实 中共解放军当天出动25架军机 骚扰台湾的空域 创下有史以来 公布共态以来最高价次的记录 我想先从台海的问题谈起 请教王健老师 解放军的战机 美国的军舰密集在台海穿梭 你怎么评估台海目前的状况呢 资深的美国学者普瑞哲等人投书强调 放大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是郑重北京的下怀 你认为印太区域就像一战前的欧洲局势一样凶险吗 那么我非常支持这个普瑞哲的看法 那么放大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其实是一种战略误判 也正好是对大陆来说也是正中下怀 我们要判断这件事情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框架来分析 我们先看 台海的态势 先说美国方面的战略方向 美国的战略方向有几点 第一点把盟友拉进来 把盟友拉进来 比如说域内 区域内 主要是四方对话的成员 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 印度 把盟友拉进来 域内就是一个是日本 还有一个就是韩国 其实美国一直在邀请韩国加入这个四方对话 这是一个 域外 域外 区域外的 盟国包括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 把域外的拉进来 这是第1个 把盟友拉进来 第2个 强化美台关系 强化美台关系 比如说最新制定的对台 公务交往的规则 然后这个海巡的备忘录 那么 包括半导体的这个 半导体峰会等等 目标是把这个 让美台关系更具有实质性 不仅仅是政治上 它更具有实质性 更固化 这是第2个 第3个 提升美军在台湾海域的军事存在 你包括像这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 包括像这个导弹驱逐舰 四次 这个穿越台湾海峡 都是强化 美国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域的这种军事存在 这是美国方面的战略方向 中国方面的战略方向是政治上施压 第1个就政治上施压 那么习近平 杨洁篪 王毅 在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方向 去向美国喊话 画红线 画哪条红线 画台湾 台湾这条红线 这是第1个 第2个 解放军 解放军战居不断的袭扰台湾 防空识别区 辽宁号的远航 那么这是第2个 第3个 香港 在香港 香港其实 中国在香港做的动作其实是有指向 这个指向就是台湾 那么这是中国大陆方面的这个 战略方向 那么战略意图 美国的战略意图 第1个 对美国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降低台海的冲突风险 对于美国的 美国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台海不要发生战争 这是美国的最核心的利益 这是第1条 我们经常忘记这一条 这一条是最重要的 第2条 通过盟友和军事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 只有足够大的压力才能约束中共的行为 这是第2个 总之 以这两个 为前提 就是拜登政府的策略是什么 斗而不破 就是不翻脸 维持局面 不翻脸 不发生军事冲突 但是施加压力 这是美国的战略意图 中国的战略意图其实就是两点 第1点 防止美国把台湾实体化 当台湾实体化的时候 那这个问题就不好办了 麻烦就大了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国的战略目的其实 反对美国做的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 反对美国做的所有的事情 那么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我们基本判断 有人说 说这个印太地区像一战前那么凶险 特别是台湾海峡地区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这么看 台湾海峡一直以来 在中共 在中共 对于中共来说 台湾海峡的问题 台湾问题一直是个政治议题 不是个军事议题 从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那么中共动武的意愿并不高 为什么 它内部没有搞定 第1 它内部没有搞定 第2 动武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件 根本就不是打一枪的问题 你打完这一枪之后 你后面的麻烦会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案例证明 你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你内部的整合力 没有完成的时候 你做一个这个动作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简单的而言 就是阿富汗战争 对苏联来说 那是灾难性 那么对中共来说 他知道这意义是什么 所以 中共动武的预言并不高 虽然 虽然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方面的声音很多 但是我一直认为 对中共来说 台湾问题 是一个政治议题 不是个军事议题 这是第1个 第2个 台湾海峡并不存在战争的条件 大陆方面有想法 没实力 这是事实 没实力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 主要包括的是军事实力 这是第1 第2 美国有实力 当然他要求这是 他希望的是台海和平 和平才是美国的 根本利益 这是第2 第3 台湾内部 既不需要 也不愿意跟中国大陆对抗 所以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 台湾海峡并不存在 战争的条件 那么我非常支持普瑞哲的看法 那么放大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是一种 战略误判 郑重下怀 那么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一个持有的看法就是 外界总是高估中共的实力 低估了中共的决心 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典型 台湾的问题也是这样 就这样 谢谢王健老师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从台湾海峡转向南海 请教一下公子沈 现在即使是越南 菲律宾都陆续表达抗议了 中国仍然持续在争议的南海水域部署大量船只 中国的算盘是什么 而美国高调表达对印太盟友的支持 在你看来 中国在区域扩张的野心将行诉一个怎么样的 印太的新格局呢 亚洲的小北约可能会形成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讲一讲美国的印太战略 然后穿插着回答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跟菲律宾的领土争端的问题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印太战略 所谓的印太战略 就是美国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 他们组成了四方联盟 来主导制定共同的一个目标 捍卫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那么这个想法的原型 其实最早的时候出现在1956年 当时的英国政府的机密文件中 就提到了建立印太战略 目的是围堵苏联和他的附庸国 在亚洲的扩张 他提出了建立多国部队 辅助北约来制衡苏联 这样的一个建议当然最后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了 没有落实 1967年的时候 尼克松也提出了相似的 一个共同阵线的构想 这也是一个同样的目的 到了70年代 新加坡当时是为了拉拢印度也提出要支持印度的崛起 同样是一个相似的想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印太战略多国 结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一直都存在 目前是面对中国的崛起跟威胁 逐渐形成了这个战略 那么尤其是2010年之后 中国把南海当作自己的一个核心利益 更加刺激了印太战略的形成 那么在这个成型过程中 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一个主导者 实际的发起者是日本 日本是处于自身的一个国家利益的考量 还有就是某种危机感 说服了美国来建立这个组织 美国当然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 但是日本实际上是更加积极的 另外就是澳大利亚 一开始它也是没有觉得有加入的必要 那么后来是在跟中国的在地缘政治 贸易价值观等方面 发生了各种冲突之后 它才更加积极的 另外印度也是它是主张不结盟的 但是这个联盟 实际上也符合印度的东进政策 总之就是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他们都是中等实力国家 那么单独面对中国的时候 他们会处于弱势受制于人 所以说他们都有 为了处于捍卫自身的利益 他们开始抱团取暖 有这样的一个抵抗中国的 政治需要 所以说这个战略的形成本身也是一波三折的 目前现在已经走入了一个正轨 加拿大新加坡 加拿大新西兰和台湾 他们也就加入了想法 中国政府喜欢辱骂这些国家是美国的走狗 就好像是美国是他们的主人似的 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就是支持印度战略 这是每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利益 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 那么西方的联盟形成 或者是更多的国家加入 可以捍卫现有的一个国际秩序 有利于对抗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渗透跟扩张 但是如果把联盟跟北约相提并论的话 可能还为时过早 首先这个组织相对来说还很松散 虽然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跟美国有这种安保条约 但是它是单线的 台湾还没有加入 而且印度跟美国也有不少其他方面的争端 那么第二点就是北约当年是一致对苏联的 而今天的西方的联盟的各国 都跟中国有很大的贸易额 比如说中国是美国澳大利亚跟日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这就削弱了四方联盟的战略威慑力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主持人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派出了200艘渔船停留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 最近靠近双方争议的岛屿 那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敢拿出任何的一个强硬的姿态 敌人都到家门口了 他还说什么类似这种无能为力 只能和平解决 这就是怂了 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菲律宾在经济上 他需要中国的投资 而且他疫苗他也需要中国的供应 而中国是吃准了这一点 同时当然他派200艘渔船过来 也更多的想试探美国对南海的介入程度 今天200艘渔船能够到南沙群岛 那么美国不管的话 那么下一步未来是不是到了台湾岛了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这目标不够明确 而且他行动也不够有力 这个四方联盟到今天为止 他们的共同的声明还不敢提中国这个词 他们说是不针对任何一方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这个行程就是针对中国的 这就是在我看来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 总之 以上这几个弱点 导致了中国的外长王毅就会说 说这个组织是一时引人耳目 转瞬 归于平纪 但是实际上事实恰好跟王毅所说的是相反的 这个四方联盟也好或者是印太战略也罢 虽然是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我们之前讲过了 但是他未来绝对不会归于平纪的 正是由于中国与很多国家的领土的争端 他现在蛮横的一个战狼外交 以及对现有的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 导致了 就是这个印太战略的重要性未来会越来越大 换句话说呢 就是未来这些国家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而且是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走 特别这两年啊 这个进步很快 重要的是如何替代中国的作用 比如说 加强对东南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还有科技方面投资 这一部分日本人做的还是不错的 还有就是联合的军事演习和训练 甚至是这个新冠疫苗的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分享 另外还有加拿大 新西兰跟台湾 甚至这个东盟的国家 未来是不是可以加入 也就是说他就不再是四个国家的小圈子 形成一个全面的 对抗中国的态势 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在贸易科技军事等多个方面 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施压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公子沈的分析 最后我们把镜头转向东海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时日证实 为了强化美日同盟的贺阻力以及应变力 日本和美国上周在东海上空进行联合军演 此外美日元首高峰会马上就要在华盛顿举行了 我想请教一下任松林老师 您认为中国议题在这场首脑会议中的分量有多重呢 从上个月美日的防长会后声明以及日媒的报道看来 日本正在加大对台海议题的公开表态 日本的考量又是什么 关于这个美日高峰会议 在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这件事 其实你要回顾一下整个的 这一段时间的美日 尤其是拜登上台以后 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在这个3月12号 美日澳印 举行了首次首脑峰会 这个峰会上 具体怎么样 现在情况不太知道 好像有人说没有提到中国 但是在这个 美国的这个白宫顾问沙利文后来说谈到中国 没有幻想 不管怎么说吧 上次的这个 峰会 是个热身 因为他主要谈到了这个美国技术 美日资金 印度制造这个 十亿疫苗的事 因为这个 这个自拜登上台以后 他举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包括欧洲啊 包括亚洲啊 不过许多二加二会谈哪 还有这个 峰会呀 其实他基本上是在做一次铺垫 在这个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今天仔细看了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美日二加二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外相和这个 这个国务卿 防卫大臣和美国国防部长之间的这个 谈判 他基本上 第三点 第三点是台海的问题 还谈了这个香港和新疆的问题 这里着重一点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要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一次着重谈的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 因为日本大家都知道 他百分之八十的航运 是要经过南海的 所以说南海啊 和这个 台湾海峡对他的 日本的利益 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呢 他们在这个二加二会谈上 谈得很明白了 尤其是在布林肯在这个 二加二会谈的结束以后的 记者招待会上 他说这个 中共运用 胁迫 挑衅 系统是蚕食 香港的自助 暗中破坏台湾民主 在新疆西藏 侵犯人权 在南海主张 违反国际海洋公约 这些事情 他就一个一个提到了 而且在这个会谈前后 这日本的防卫大臣 也谈了很多 关于这个 就是中共在 这个台湾问题上的 这个胁迫 而且防卫大臣 在台湾问题 做了明确的表态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 因为美国的印太司令 曾经说 最近说是 我不知道他怎么定义的 说共军可能在六年之内 犯台 我不知道他六年是怎么定义的 我倒认为 中共犯台最大的可能 可能就是今年明年 因为正好是中共建党 一百周年 这个习近平 对习近平这种 红二代 这种 这种红卫兵出身 就是这个 我一直强调的 这个五十年代 受毛泽东 狼奶教育的这种干部子弟 台湾问题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再加上最近 云密布 我在上期的书来 也早中提了这个问题 这个台湾呢 国防部长邱国正和这个海巡署长 就是这个海委会的主任 也第一次就是直接的和这个 打这个这个立法院质询 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比较强硬的说 共军要打多长时间 我们奉陪多长时间 没有办法 要开火只能开火 所以这这里头 其实很多事情 已经集中到今年 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 我所以说 经过上一次铺垫 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美日的分会 会谈得更具体 这个具体是 是怎么具体呢 我估计包括了这个 两个军队的 这个美军和日军 因为美国在日本 还有大量的这个军事基地 在冲绳啊什么 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 必须有日本的配合 现在日本呢 已经是到了 接骨眼上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 以前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 所以他不愿意说一些重话 尤其他和台湾的关系 和和这个中国的 这个二次世界大战这些事情 所以日本基本上 一直深段放软 现在日本为什么 突然提起来 包括上次 这个日本的这个 政府在他的内部会议上 就是在这个 斯民党内部会议上 甚至于说 如果钓鱼台 有人登岛 他会开枪 这些事情 开不开枪 我不敢肯定 我觉得从历史上 钓鱼台也登陆过多少次了 我觉得日本在这个上头 钓鱼台事情 不必那么太紧张 因为他只是个象征性的 这个领土主权 对中国和台湾 都要求这个钓鱼岛 其实这个事情 并不是日本最重要的 当然是他直接的冲突 其实他最大的利益 还是在南海和台湾上 因为这里头 直接影响了他的贸易 如果战端一开 不单是中国的港口 全部被封了 其实韩国和日本 基本上贸易也会中断了 他80%的贸易是靠南海 靠这个台湾海峡过来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 对他影响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次峰会上 不一定他公开了 他一定要谈一些 非常实质性的内容 这里头就有一个历史 需要大家的内容 因为所有的战争 如果你双方事情不说清楚 包括韩战和伊拉克战争 其实在这个战争上 美国是有一定责任的 因为美国在这个战争之前 没有把事情说清楚 他一直采用模糊政策 当然模糊政策 有些事情是能避免战争的 但是实际上清晰的策略 才能使得这个对方 不会误判 就当时萨扎木 不知道他觉得他打科维特 美军不会干涉 就是在韩战上也是这样 就是给这个当时 给这个中朝的思维 就是金日成打过三八线 美军也不会干涉 因为当时刚结束了中国的内战 在中国内战上 美国基本上是袖手旁观 而且不支持蒋介石的脚步 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 美国要汲取这个教训 就是窝户政策 反而导致对方的误判 反而助长这个战争的可能性 这里头其实有另外一点 就是美日这回 在上一次 这个二加二他发表了共同声明 这共同声明 基本上把几点都说到了 这个共同声明里头 包括这个台湾问题 包括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钓鱼岛问题 甚至于新疆和这个 和这个江港的问题 也谈到了这个朝鲜问题 他基本上他都涵盖了 但是他涵盖的是就还是 某种意义上 他是依次热身为整个的铺垫 来做一次准备 因为这个拜登呢 他前一段他的这个政策 很多人在谈论 是不是有这个亚洲式的北约 如果要有亚洲式的北约的话 那最可能的就是美日和澳大利亚 因为印度一直是一个 在某种意义上他依靠俄国 就是在中印边境冲突最厉害的时候 俄国也卖给印度武器 所以印度是一个奇强的 印度在很大程度上 他需要美国需要取代中国作为亚洲的霸主 而且他的制造力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纯粹是利益之争 因为南海即便产生巨大的波擦 不太会影响印度的贸易 也影响但是不会太大 因为印度洋在那边 他可以还能正常的贸易 但是作为日本甚至于澳大利亚 他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澳大利亚影响非常大 因为澳大利亚很多的进出口 是对准中国和日本的 所以说毛终于上这个三国历代 而且这个三个国家 就是美日澳 他的这个系统 他的整个的政治系统是差不多的 而且他长期作为盟友 尤其美国和日本有这个安全保障条约 所以在这个事上 如果要能可能实行亚洲北约的话 我觉得这个三个国家最有可能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说一说就能成功的 因为美国和日本比较容易 因为美国在日本驻军 这个如果这个安全条约 就是所谓的北约 这个亚洲北约 其实美日现在的这个同盟形势超过美国和 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了 因为美国和欧洲 基本上是在冷战时期比较联系的多 但是日本 由于澳大利亚战败国 美国一直是代替着日本作为它的防守 所以美日的条约是更加紧凑 其实如果说亚洲有北约的话 其实美日早就有了 所谓的扩大其实也就是把澳大利亚和印度拉进来 所以在这个件事情上 大家可能要注意 在这次峰会 最后会不会有联合声明 如果这个联合声明 谈到了特别具体的事情 这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更加紧密的状态 但是呢 他所有的情况 我不觉得他能阻止习近平的脚步 因为习近平如果要想打的话 他不会太在乎美日的态度 因为他所有在乎的就是他打台湾的后果 能不能使得他的政权垮台 使得他经济成特了承受不了 包括石油啊 粮食啊 包括最后的制裁 包括所有的问题 他要做一次战争推演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能不能打赢这场仗 如果他是 我一直说 他如果是个常规战争的话 他台海登陆是非常困难 除非他实行交土政策 轰炸台湾的 导弹轰炸台湾 甚至于打美国的军舰 打这个日本的美军基地 这样的就迎此世界大战了 所以说习近平 我一直觉得习近平现在的 中共的军队的高层 已经到达了 沙盘推演的阶段了 他们是在看这个能行不能行 我觉得结果到了习近平那儿 习近平一定是一身冷汗 因为这件事发生了以后 我不知道他承担得起承担不起 其实现在的局势远远超过 就是现在的亚洲的局势 已经远远超过62年的 古巴导弹危机了 因为古巴导弹危机 只是把这个导弹 安装在古巴 其实并没有引起一场战争 是一种威胁 是一种威慑 这个威慑美国不能接受 所以说实行了 就在两军对抗 几乎发生核战争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现在作为日本 作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 他要实行 他真正要动兵了 他如果要真是动兵 在台湾和南海 进行一系列的 实际的军事行动 包括他在配合普京的乌克兰行动 那么绝对这场战争 不是导弹危机 其实就是一次世界大战了 所以在现在的情况 是非常危机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 对中共最有效的办法 是川普的办法 虽然川普是单打独斗 但是川普是全面对抗 他的全面对抗 一直是直戳 习近平的经济 是非常有效的 拜登的这个是 局部对抗 然后联合盟友 这个效率不明 因为这个需要很长的铺垫 因为各个盟友之间 他有不同的利益 他是不是能走到一块 那就看一步一步走 我不知道这种结合 可能随着习近平 这个步步紧逼吧 可能这种美日联合 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 这种结合会脚步野了 也会加紧 加紧进行 但是呢 这个 这些四个国家 毕竟利益不同 美日是在这里 利益最直接的 因为美国是 有防御日本的责任 所以说这两个国家 是没有问题 但是日本本身的 皇位自卫队 好长时间 他也不是国防军 他能不能突破 他的和平宪法出来 来干涉南海的局势 干涉整个的 这个还有看 还要看日本内部的 这个法律的解释 所以说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种盟友联合 是有道具上的高地 但是从效率上 不如川普的这个 单独的全面对抗 更有效 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大家拭目以待吧 看这次盘判的结果 谢谢任老师 也谢谢今天三位 嘉宾的观点 以上就是本期的 三权合一节目 邀请您继续在 影片的下方讨论与留言 也记得帮我们 点赞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佳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